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一个封闭经济里面GDP很等于C加I加G加NX消费 投资 支付购买和进出口金额 而在一个封闭经济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NX给提出掉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暂时的我们把这个NX先放进来 看看它开放经济起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又回到四个部门的经济 居民户 企业 政府和这个国外部门 四个部门的经济 从国民生产总值师出的那个构成角度来看 我们有这个第二个很等式 也就是GDP等于C加I加G加NX 然后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了收入的角度C加SP加T 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就得到了第三个很等式 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们看到第三个很等式 也就是说C加SP加T很等于C加I加G加NX 然后我们对这个很等式再做一些变化 每做一个变化我们会对经济有一个新的理解 理解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变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部分 这样固扎起来 在我们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所关注的有几个重要的很等式 一个很等式是从支出的角度 支出的角度Y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加进出可进额 CIGNX NX也就是X减去M 从收入的角度Y等于消费加私人储蓄加进税收 也就是C加SP加T 这是第二个很等式 我们把这两个很等式把它集合起来 我们有第三个很等式 也就是支出方面的C加I加G加X-M 很等于收入方面的消费私人储蓄和进税收 C SPT 这样我们有这三个很等式 尤其是第三个很等式 我们做一些变化 我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宏观经济的结构 在第三个很等式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等式的两边都有这个消费部分 等式的两边 这两边是指的是同一个部分 所以左边的消费C和右边的消费C完全可以把它消掉的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再做一些调整 我们得到另外一个很等式 比方说第四个很等式 做一个调整以后 第四个很等式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部分 I加上NX 也就是NX是X减去M 出口减去进口 出口X减去进口M 这是等式的左边 等式的右边是两项 一项是SP私人储蓄 另外一项是T减去G 进税收减去购买之处 从这个很等式的右边第二项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T减去G实际上就是公共储蓄 政府的进税收中没有用完的部分 进税收中在购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品之后还剩下的部分 那么在这段时间一定是储蓄起来的 所以T减去G 这是一个公共储蓄 政府储蓄 这样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很等式的右边 是整个国家的总储蓄 国民储蓄 包括三个部分 个人储蓄 企业储蓄 这个是私人储蓄 我们叫做SP 合成用SP 那么再加上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公共储蓄 净税收减去购买之处 这样的话 等式的右边是一个国家所做的全部的储蓄 我们可以理解为 来自个人的 来自企业的 和来自政府的储蓄 总而言之 这些储蓄是没有被个人和企业消耗掉 所以它是一个储蓄 那么这个储蓄的产品到哪去了呢 很等式的主编 我们看得到 一个部分呢 是国内的私人企业 国内的企业 用掉这些储蓄 用这些储蓄 购买资本设备 我们可以理解为 没有被个人消耗掉的 没有被政府消耗掉的 比方说有适量汽车 那这个适量汽车 从形态来看 既然个人没有消费 政府也没有消费 那么它一定在企业的一个地方 只要在企业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投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投资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状态 这适量汽车在企业那也看不到 那到哪去了呢 居民那也看不到 政府那也看不到 企业那也看不到 那一定是出口到外地 出口到国外去了 出口金额 X减全M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等式右边的储蓄 两个去向 要么是国内的企业使用 要么是国外的部门使用这些产品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很等式的左边 国内的总投资加上进出口金额 也就是X减M 那么这两块我们可以看的是一个国家的总投资 其中I代表的是对国内的投资 进出口金额X减M 代表的是对海外的总投资 那么合在一起是个总投资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矛盾意义上可以理解为 储蓄和投资是很等的 当然再次强调 这儿的投资指的是事后实现的投资 其实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另外一点 这10辆汽车到底是怎么到企业那去了呢 虽然最终形态 个人不会购买 政府不会购买 如果国外也没有购买的话 企业一定没卖出去 这个汽车一定是在企业那个地方 但在现实经济中 它是怎么到企业那个地方去 有可能企业是自愿购买的 那么怎么到企业那去了呢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既然个人不购买 我拥有这10辆汽车 我把拥有这10辆汽车这笔钱存到银行里面 或者是购买股票 然后如果存到银行里面 银行就把这笔钱带给企业 购买股票 那么这笔价值 直接给企业使用 企业就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这10辆汽车 这样就变成投资了 所以这样我们看到 金融体系是介入进来的 中间也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 但是这是我们在后面来详细讨论这个部分 那这是推导出来的第4个横等式 我们把这第4个横等式再做一下变形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宏观经济 比方说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把这个国内的私人投资放在一块 把所有的其他项都放在这个横等式的另外一方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右边所看到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右边包括三大类 尽管有不同的项目 但是基本上三大类 第一类是国内的私人储蓄 SP 国内的私人储蓄 第二类是政府的政府储蓄 或者是公共储蓄 提减去寄 第三类是一个进口进额 是进口减去出口 是进口减出口的一个进额 我们有这样三大项 其实在这三大项里面我们还可以这样来想 我们干脆把这个横等式右边的头两类 两大类合在一起 因为它们都是储蓄 我们把这两类合在一起 这个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 然后呢 这样一来的话 最后一项M减去X 是一个进口进额 为了更好的理解 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 在没有出口的时候 我们有进口 比方说我们假设没有任何出口 没有出口创汇 这是零 但是我们有进口 我们有100个单位的100个亿的进口 有相应的商品 那么进口到本国 这样我们更好理解一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了 X是200 然后M是300 那么相减来 仍然是个进质 仍然是100 那么我们干脆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X为0 M是100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横等式 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其实它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一个国家企业的投资 私人总投资 它的来源在哪 来源一定是两个部分 要么是国内的储蓄提供给企业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SP加上提前去积 国民储蓄 那么如果这个部分不够的话 我们需要动用进口 动用进口 其实动用进口 在我们后面的理论里面 我们会说明 是要通过资本流入 通过引进外资 引进资本资本输入 来进口外国的商品的 因为我必须有一笔外汇 这笔外汇 我才能买到外国的商品 所以这就说明了 一个国家的总投资 它的来源是来自两个部分 要么是本国节省下来的 本国储蓄起来的 也就是私人储蓄 SP加上政府储蓄 这个提前去基 那么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 那就是海外的储蓄到了中国 因为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 从日本进口的商品 从韩国进口的商品 相当于是这三个国家 他们的储蓄给中国人使用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 投资是怎么过来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是推导出来的 三个横等式 推导出来的第五个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横等式里面 再推导出第六个横等式来 我们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分析 又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视角 比方说 我们把储蓄和投资放在一边 都放到横等式的左边 而这个左边呢 显然一个是有正号 一个是负号 所以这个横等式的左边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左边是 SP-I 那也就是说 相当于是本国储蓄多余的部分 本国的私人储蓄多余的部分 没有被本国的企业全部用在那部分 这是不等式的左边的含义 那不等式的右边 我们看一下 两大类 我们还是把它虽然是四项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两大类 两大类分别是 第一类 G-T 第二类 X-M 那显然第一类如果 G大于T的话 政府购买支出大于它的净税收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是一个尺字 是一个财政尺字 购买支出大于净税收 那么第二项是净出口净额 是出口净额 X-M 是出口净额 我们可以理解为 可以就是简单化的理解 错暴的理解 我没有任何的进口 可是我有商品出口出去了 卖到国外去了 我可以这样简单错暴的理解 这个是X-M 净出口净额 或者说就是出口净出进口的一个差值 那么这样两大项 这样我们就看到 如果从等式的左边来看 如果本国它的私人储蓄部分 还有一部分没有被用掉 没有转化为总投资的话 私人总投资的话 比方说我们拥有的储蓄 因为储蓄是私人储蓄是4000亿 4000亿 但是本国的私人总投资 例如只有3500亿 3500亿 也就是说本国的企业只用掉了3500亿的产品 用于这个生产过程中 那还有500亿的储蓄 怎么办呢 这产品到哪去了呢 这资金到哪去了呢 两个去向 一部分 我把这一部分出口到国外 比方说200个亿 出口到国外 是国外买走了的 但是这样来的话 还有300个亿 还有300个亿的这个价值300亿的产品 那这产品到哪去了呢 来密补政府的尺字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借债 发行公债来解决 但是总而言之 这部分呢 是由政府使用的 也就是说 政府在动用税收之后 动用税收之后 来密补它的购买支出还不够 还有300个亿的缺口 那么这300个亿的缺口 就来自私人储蓄 至于怎么来自私人储蓄的 我可以通过发行公债 把这300个亿拿到这个政府的手中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储蓄多有投资的部分 投资不能解决储蓄的部分 两个去向 要么是呢 政府用于密补财政尺字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政府通过 持字财政政策 来解决私人投资的不足 解决储蓄的过剩 通过这个政府 持字财政政策来解决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如果这一块还不能解决的话 或者说没有政府持字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的储蓄多余投资的部分 那我是用国外来解决的 对海外投资是出口到其他国家去了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 从这个前面的三个很等式里面 又推导出来的第六个很等式 又一个重要的很等式 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的这个特征 然后我们在最后 我们再利用前面的三个很等式 或者利用前面的第三个很等式 我们再推导出第七个很等式来 再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 来理解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例如我们对很等式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把政府的尺字财人尺字我们放到一边 所有的其他项我们放到另外一边 政府的财人尺字放在这个很等式的 我们放在这个右边 积简去踢 如果这个值大运零的话 这个值大运零的话 比方说有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的三百个亿的 三百个亿的这个政府尺字财人尺字 然后等式的左边 等式的左边我们看到的是一共是两项 一共两项 这两项分别是储蓄超过私人投资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项是这个进出口中的一个进口金额 进口减去出口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么其中的这个部分 私人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是一百个亿 那按照很等式 进口减去出口的金额一定是两百个亿 所以这是我们重新把这个数字重新做一个调整 这样的话很等式两边是相等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政府有财政尺字的话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财政尺字 一个办法 动用国内的储蓄一百个亿 我们看到的SP减去爱一百个亿 那另外一个办法如果还不够 因为我是三百个亿的尺字 从国外借款 所以从国外借款 比方说从美国借别钱 在美国发行公债 获得这个价值两百亿人民币的美元 那这些美元意味着什么呢 价值两百亿人民币的美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的商品 我是要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的 这些商品会到中国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进出口的进口减额 M-X 价值两百亿的人民币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 通过这个像海外借款M-X 向国内借款 也就是动用国内的多余的储蓄 我们来解决财政尺字 当然从海外借款 实际上就是进口商品到中国来 而且这个部分我们直观上也能理解 一个国家的尺字 我在没有走过收入的时候 我又要进行购买支出 购买武器设备 购买办公用品 来维持政府的公共负物的开支等等 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收入 那怎么办呢 动用私人储蓄 或者动用海外的储蓄 其实动用储蓄就是动用产品 所以我们有这个第七个很等式 等式的左边 等式的左边 储蓄超过 私人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 加上进口超过出口的部分 我们用这一部分来密布 一个国家的财政尺字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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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